郭文贵 郭文贵 看看我闺女 今天给我做啥好吃的 烙冰写大聪啊 闺女 一时越来越知道爸的口味了 当然了 怎么能让您白花鸣鸣钱吧 啥意思 这个小本子上面记载了 昨天到今天 不 到现在为止 我为您做的所有的事情 当然了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应有的标价 你可以看看 如果觉得不合理的话 我们再谈 您总是说钱可以买到一切 包括女儿的感情 那 要是没有疑义的话 我们就按这个走好吧 您只要给钱就行了 不愧是我骑一大马的女儿 这么做就对了 那给钱啊 董事长 给我闺女拿钱哪 闺女 你要是管我叫一声棒 我得付多少钱呢 我没想好 没关系 慢慢想啊 把钱盖上针 不填数 等你想好了 自己填上 这上面没填数啊 吧 今儿啊 我就要买你一身棒 要吧 好亏女 好亏女 拿着 拿着 爸开始拿了 好啊 好啊 好吃 好啊 小蕊怎么了 我跟老头子吵架了 小蕊你先别哭 到底怎么了 他老男前砸人 我就故意记他说 帮他洗衣服 帮他做饭 也要钱 没想到 他拿了一张支票给我 让我叫他爸 小蕊 你还记得你告诉过我的吗 用别人的缺点治别人 这等于什么 就是把错误 属服两遍 你会为这事难受 你爸爸就会高兴了吗 小蕊 我想你 小蕊 我都知道我们不能见面 小蕊 跟你爸爸道歉吧 你们现在看你 我的颗帅 我 imagine 我觉得你不 advice 我吃点こう 我吃什么 我吃点 你不要吃点 我吃点 你不要吃点 我吃点 你每次吃点 我吃点 明远 你爸 我吃点 你身体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过一天试一天吧 嫂子 你平时很少出门的 这次到我这儿 不会是单纯来看我这么简单吧 对 是为公司的事 湘天现在是遇到麻烦了 除了你还有谁能帮上他呢 是齐大马 他终于要对温氏下狠手了 那你帮着想想办法 老白 我知道 温家曾经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大人不计小人过 帮忙向天 温好萨天之灵都感谢你 嫂子 我还叫你嫂子 这说明我把你当成亲人 不是我白景天袖手旁观 这次闻事 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但凡有点办法 我能不和齐大马去斗一斗 可现在你跟他斗 也是徒劳的 要不找他们谈判吧 要不找他们谈判吧 一头饿狼 能和猎物讨价还价吗 怎么又回来了 送给你 送给你 我想不出来叫医生爸爸得用多少钱 看来我天生不是做生产能量 你说你没事老把自己弄那么凶干什么 爸不是装的 归你本来就这样 刚刚那一声 不做数了 对 对 爸爷 也想有一天 你真心实意地叫我一声 爸 许总 谢子天已经开始交接工作 下周就可以就任亚洲区总裁 这个位置很多人都盯着 他 谢子天一去 恐怕会触犯众怒 你知道啥能让一个人疯狂啊 让他一无所有 正好相反 是给他很多很多的钱 好 好 好 闺女 谁让你一大早就提这个呀 老子又说错话了 洗脆 老子又干吗 白眼 他就有做出国人的 他又尽了 你都是你 个人 摆 他又说错话了 他又说错话了 是他又说错话了 又说错话了 王子又说错话了 他家常态了 你懂的吗 小岁把他爸爸给说哭了 是啊 昨天去找骑大马的时候呢 一看到他样子 把我吓了一跳 你知道为什么 他就躲在角落里 就蹲在那儿哭得很厉害 不敢出声的那种哭 懂我的意思吗 那 那他看见你没有啊 当然看见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咱们不要超市的事情 更奇怪了 他竟然回都没回 一口就答应了 奇怪吧 所以我就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早上就问了一下小岁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只跟我说 他使用了一个狠招 竟然可以这样子 就把骑大马给掰过来了 小岁真不荣雅 我说骑大马 其实挺奇怪的 你看他样子多凶多饿 但我听淘导说 他看电视剧还点眼泪呢 那有什么稀奇 我看电视剧我也会哭啊 你这人也多不值钱啊 人家骑大马是顶天立地的爷们 你是什么呀 老婆 过来过来过来 你看着我的眼睛 看清楚 我眼睛哪一部分 不像个爷们 不像个男子汉 肥爷那么大干嘛 太夸张了 言戏啊 不是假的 真的啊 老婆 你没事吧 要不要救护车什么的 水是吧 等等 这么快 不会吧 谢谢 小岁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刚上你家里去找你 保姆说你出来下太阳了 大着个肚子就别老出来晃了 大着太闷了 那保姆吧 勤快倒是挺勤快的 就是跟一头呆头鹅似的 你跟他说得了十句话 他都不见能地回你一句 只好我成天呢 就跟小雪讲话 说得他都烦了 老踢我 迪姐 那 我没事就过来给你聊聊天吧 你要是有时间呢 就多陪陪你爸爸 把这些年割下的心理话 都跟他说说 讲不通 跟他有代沟 傻瓜 好不容易找到了爸爸 要珍惜 别想我 别想我 齐总 温向天要见你 我说你来开会 他说他会一直等 让他进来 好 来 加上 齐叔 知道老子为什么同意见你吗 因为文齐两家 明日之后再也不是敌人 或者说 文氏集团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 老子对于只剩一天的敌人 那还是很宽容的 怎么样 平时健身吗 没有好身的骨 你拿什么跟我拼的 那齐叔 我可以玩玩吗 有意思 有意思 先练两下我看看 给它加上 麻烦你 我要跟齐总一样的重量 齐叔 以目前文氏的实力 撑不过一个礼拜 行啊 小子 一上手就是这个重量 不含糊 但是齐叔 如果您吞下了文氏 又能撑多久 给老子也加上 给老子也加上 您说过文氏 想把市场拉成一片 但您买得像火车头 却带不动火车走 老子拼的就是这股劲 老子就是要买火车 就算让它烂得贴鬼子 老子也要买 老子 我还是要和齐总 一样的重量 我还是要马上 老子是比较小子 赶紧 我看来 老子也要 你小子到底想怎么样啊 和秦氏集团重新谈判 你别傻了 这年头没有双赢 只有成王败寇 齐叔 我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从小不喜欢输 这就对了 只有倒起来老子才有兴致呢 如果秦氏不同意谈判 那文氏只有舍命裴君子 不行 不行 老子渴了 这要喝点水 给他也来一瓶 你是想来威胁老子 我只是在和你谈事实 但是我必须要让您知道 文氏有玉石俱焚的决心 你就不怕把你爸这一生的心血 给毁了啊 您为了秦氏集团 也费尽心力 您都不怕我怕什么 来 给我全部都加上 别打肿脸冲胖子了 你骗老子啊 你小子肯定练过你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重量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重量 还得谢谢七叔鼓励 还从来没有人敢威胁老子呢 我都不知道 我都应该是在家里面 那她最后也都没吃过这个重量 我都能说 好 明天要见面 走 这是我们白家的家事 还轮不到一个小丫头来教训我吧 我不是来教训您的 我是来跟您讲道理的 姓齐的也跟我讲道理 你爸爸他自己就胡叫蛮缠 你们齐家根本就没道理可言 白叔叔 您现在不要当我是骑大马的女儿 我是滴滴姐的好朋友 所以我想请您冷静地 不太偏见地听我把话说完 然后您再当我是骑大马的女儿 赶我出去好不好 白叔叔 滴滴姐真的很想你 她现在很需要你 她一直希望自己肚子里的宝宝 能够有一个疼她 爱她 能够接受她的外公 我知道你现在很恨谢子天 但是 宝宝有什么错呢 滴滴现在好吗 您干吗自己不去看她呢 哪怕打个电话也好啊 我也很想每天去看滴姐 可是她现在需要的不是友情 是亲情 现在除了您 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啊 这条路 是她自己选的 怎么说吧 这么说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爸爸 二十多年以来 我这回是第一次见到他 他有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惯 而且我还经常气他 经常捉弄他 但是不管我对他说出再狠的话 那我都是在撒谎 他永远是我爸爸 女儿心中最重要的 永远是爸爸 我想说的 就是这些啊 这些啊 这个东西给您 它叫小诗 是地界取的名字 温叔给你 阿里鱼 小心 泉小姐 定应该谢谢你 你们先忙吧 那我先走了 阿姨再见 幸福再见 泉小姐一点都没变 老白 嫂子 你怎么来了 来 坐坐坐 刚才在路上向天给我来电话 说是跟骑士谈判有眉目了 一时我来看看你 二时给你报个喜 小岁 小岁刚才他说的话 我听到了 这孩子真懂事 他怎么偏偏是骑大马的闺女呢 这就是命啊 老天爷 老天爷想跟你开玩笑 你就必须跟着笑 哭着呢 也得笑 要不怎么活得下去啊 老信 你还有脸难 老白 来 嫂子 他家那个混账东西 不仅坏了文氏 也害了迪迪 你怎么还敢把他留在身边啊 看在夫人的面子上 我让你自己出去 不要等着我叫人把你赶出去 老信 来 白总 我知道子天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都怪我没有教育好他 可我觉得 钱小姐说的话有道理 孩子是无辜的呀 我不求您原谅子天 他是自作自受 可您不应该 因为这个混账东西 就那样地对待迪迪和孩子 你要怪就怪我 怪死天 绝不能牵弄迪迪小姐呀 我说过 只要他把肚子里的野种打掉 他还是我闺女 可他偏不 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哪个当妈的这么忍心啊 老白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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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小手 他在动啊 揉眼睛呢 老歇 来来来来 走 那是脚吧 那 那是脚吗 你快看那头边要那个 别动 七叔 tight 一 ton 这下车 算是有特色的 小长 老子在这照样灭你 弟弟 下周我就要调去香港 做骑士亚洲区总裁 从此以后 彻底离开这场和文士的争斗 原谅我不敢当面见你 因为我已经说过太多的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 不知道抵消了多少句我爱你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资格 再要求你等我 等我实现最后一个计划 你放心 不是针对文士 也不是针对文祥天 我要对自己这么多年的奋斗 做一个了结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我会很快回来 希望能够赶上我们宝宝的江山 该等吗 子天 爸 爸 我一点都会给你 你看 我 很快 我不怕 你 大有点 我不怕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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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怎么算 这孩子应该属兔的 小兔子尾巴 真像是做梦一样 昨天你好像还是一个 起在爸爸脖子上 调皮的小姑娘 可现在呢 你竟然要当妈妈了 可在爸爸眼里啊 你还没长大 还需要爸爸的保护啊 爸 当您争这个强烈的时候 我已经偷偷地长大了 现在我已经能够 自己保护自己了 就像当初您保护我一样 可你 都没跟爸爸商量一下 就自作主张 对不起 爸 我知道跟您商量的话 您明天不会同意的 其实我打算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 再带他去见您 我不求您的原谅 我只希望 听女儿叫您一声外公 听说 你给孩子起名叫 小雪 对不起 白雪 我们家的姓氏 因为她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弟弟 跟爸回家吧 爸爸真是老糊涂了 你是爸的亲闺女 不管小雪的爸爸是谁 我都养着她 爸爸来 照顾你们娘脸好不好 我以为您不要我了 傻孩子 唯拟 爸爸怎么舍得离开你 你 嗯 来好啊 哎呦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不 吃酒的就在这儿吃得太香的 飞吧 喝一杯 怎么样 喝点喝 行啊 我闺女 香吧 哈哈哈哈 吃块了 吃块了 你还斗死我了 干嘛呀你这么高兴 爸就跟文向天那个小子谈判去了 谁赢了 不懂了吧 谈判 咱要立即订胜负的呀 你还别说 这小子要是不姓文 我还真有点欣赏他 一姓文 完了 那在我眼里边就是一堆臭口屎 怎么说话的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发生错 打酒 打酒 你帮我一忙呗 咱俩俩俩还啥帮不帮的呀 说 我们福利月 明天就是平立五周年的联欢会 要赞助 没问题 不要钱 剪彩 当嘉宾也没问题 你都不听我把话说完 算了 不跟你说 别别别 别别别 你说 既不让爸当嘉宾也不剪彩 那爸还能干啥呀 我要你 当猫 喵喵 记住了 你 千万别偷偷胖 天这么热 擦擦汗都不行啊 那 那你找个没人的地方擦 万一你把头头摘起来 把小孩吓着怎么办啊 那爸笑起来也吓人哪 小婷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 闺女 你教教我该怎么做啊 一会儿你就逗他们开心 怎么开心他们来 做生意爸没问题 可是逗孩子 这 这爸真的没经历过呀 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 我第一次跟你见面 你都二十多了 你啊 就当弥补人生的一孩 你就把他们当我小时候里头 你怎么逗我 不是 不是 给给 不许说给钱买玩具 对 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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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我吧 到我怎么来 您怎么来 这总可以了吧 那行 爸就跟着你去 赶紧走 赶紧走 去我们玩 我一会儿过来啊 你还咋来啊 行行行 行行 行 这儿是我 小岁 我一两天没来 我昨天打电话通知他们 但他好像挺忙的 说来不了了 算了 他也是大忙人 不管他了 晓涛怎么了 他说他肚子痛 我这要带他去优势呢 我带他去吧 你去照顾孩子们 也好 来 走 来来来 笑脸 我点以后 不能怎么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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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正好 跟他们说约明天吧 对了 把资料都准备好 这次该轮到我们给点颜色了 这帮穷孩子 哪个气球就高兴成呆了 大门老子一人送了个一台游戏机 你们还不得美出鼻涕泡啊 小孙 你可来了小孙 来呀 我爸爸还不行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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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好不容易见一面 能不能不搞怪啊 不容易见 这是你第一次抱爸了 这么多年爸都没陪你玩过 爸对不起你呀 小孙 你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想你吗 阿姨哥哥 怎么是你 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小孙 阿玉 齐叔 你个臭小子 小孙 后来 小孙 我呢 没那么严重吧 爸 我的心想 小孙 我们来到这里了 我们来到这里了 李生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两个人都就是说了 刚吃了火香正气 过一会儿就好了 齐叔 我一直想知道 你和我爸当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值得您那么恨他 问你妈去 问白景天去 你问老子管个屁用啊 我知道我问他们 得到的只是一面之词 我想听听您怎么说 算你小子懂点人事 当年你爸就是太谨慎 说好听了是谨慎 说难听点就是怂 老子好好跟他说 他不接受 还当着白景天的面 奚落我 当时我们是兄弟三个 谁比谁差呀 谁 闻小天 这事要换在你身上 你忍得了吗 无论他有再多的缺点 他都是我爸爸 我也不认同您一言不合 就带走文氏半逼人骂的行为 我就知道是对牛叹琴 不说了睡觉 我叫娜娜梦了 你说我闺女看上你奶点 您知道小岁和我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这条命是他救的 他多次一举 小岁不像我们满脑子的争斗和金钱 他就是一个又简单又可爱的女孩 他告诉我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他告诉我亲情是宝贵的财富 他教会我那么多 但是我能给他的其实很少 就是一辈子对他真诚 对他好 你以为你这么说 老子就能对你另眼相看了 我觉得您会一直讨厌我 就像我讨厌你一样 有点意思 怎么着啊 第二轮谈判赶到哪天了 原地是在明天下午两点 不过您要是身体不舒服 我们可以改期 好 你看明天老子怎么石头死你 到时再见分晓吧 好啊 您再休息一会儿 这里有空调 我先走了 今天这帮孩子真有意思 爸还从来没跟小孩一块儿玩过呢 也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开心过 我得谢谢你啊 闺女 给我吧 算了 上把兜里吧 我跟你说 闺女 今天有个小丫头 爸爸给斗坏了 她那个气球飞到树上去了 当时哭得跟个小累人似的 头头一抹脸 好家伙 那鼻涕眼泪啊 蹭了 我那个加肥帽的衣服上边了 把我给恶心的 我得把它够啊 是吧 树又高 你 你还不让我摘那个头套 我就一手扶着头套 一手够在那气球 爸当时的裤腰带还没勒紧 我 我蹦两下 踢你裤腰带 蹦两下 踢你裤腰带 当时我就想啊 爸 你叫我 啥 爸 爸 谢谢你 咱俩俩替啥谢呀 高兴啊 爸今儿真高兴啊 回家 走 高兴啊 好 咱俩 快 都 好 好 不要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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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